大家好 本期视频的话 我们来修台这个外星人电脑啊 这个应该算是当年的巨无霸 这个型号是M18XR 电脑很重 一只手的话 不要费劲 这个电脑据这个网友说啊 是开机出现这个报警啊 好像是7升 我们现在来通电试一下 这机器是可以开机的 但是屏幕不亮 有报警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指示灯 这些灯 灯控啊 都已经亮了 还是很炫的啊 这机器可能当年要两三万块 啊 我们刚刚听了一下 一共是报7升紧 报7升紧啊 像我们这个戴尔的电脑 报7升的话啊 官方的这个解释的话是这个CPU的故障啊 但是到底是CPU坏了 还是说这个CPU这个供电这个主板上有问题 我们等一下拆开一下看一下 现在简单的差不多就拆到这个界面了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独立显卡也拔掉了 我们现在就保留这个内存的CPU 我们现在再来开机看一下 开机了 看一下还会报什么紧啊 我们看到这个电流啊 到了0095就不跳了 这个像是没有跑马一样 还是一样的 这个爆7升啊 爆7升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这个电流啊 看到这个电流跳变的有点奇怪啊 它最高的是能到1.32 然后又降下来了啊 我们优先先来换一个CPU来试下 因为这个7升紧的话 跟这个CPU的电路这边可能有关 我们现在先来把这个CPU拆出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CPU给它拆出来 诶 它这个CPU是换过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CPU是改装的CPU 是这种BGA的 然后加的针啊 这种CPU坏的多啊 我们来换个CPU试下看 是不是真的就是它的CPU的问题 可以看到它这个CPU啊 3720啊 可能是i7的 这个明显是一个BGA转PGA的啊 我们来跟它换个这个 原装的这个CPU来试下看 我们这是原装正式版的 这是一个i3的 i3二代的 这个机器可以上二代也可以上三代啊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们来开机 开机了 换了CPU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流还是一样的不跑 还是一样的报警啊 报七声 看这个电流的这个 变化啊 有点像是BIOS问题 我感觉 我们现在刷个BIOS试一下看 因为看到这个电流跳变的有点奇怪 这个CPU我们也换过了 我们现在刷个BIOS 先从简单入手 因为这个独立显卡 我们也拆掉了 也排除了 好 拆掉了 已经刷写成功了 我们来把它装上去试一下看 啊 BIOS啊 刚刚刷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通过电看一下 因为这个我还是把这个主板拆出来了 方便测试 我们接上喇叭啊 因为这个方便听这个整段的这个声音 按开关 现在是换成它的这个CPU了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啊 这个报警好像是八声啊 我们再来数 五 六 七 八 这个报警八声的话应该好了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声紧啊 那么这个还有可能屏幕已经亮了 因为八声紧的话 它的含义是叫我们连接这个液晶屏幕 包括这个屏线 显卡之类的 我们接下来来接个屏看一下 现在来开机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直接就亮了啊 直接就亮了 我们进这个BIOS可以看到这个CPU也是没问题的 也是没有问题的 i73720 没问题 那么我们再把它这个独立显卡板也给它装上 因为现在我们是用的这个极显啊 我们现在是用的极显 它这个还有一个显卡板 它这个显卡我看了一下应该也是升过级的 这个像是 这是个微星卡啊 这个是870的显卡 我们来把它装上 独显插上了 我们再来开机试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亮了啊 有灰屏啊 灰屏 这个键盘的只是灯眼亮了 但是是灰屏没有图像 那它这个显卡是不是也坏掉了 它这个独立显卡是后来自己换过的 我们再把它拆掉 装起来了 现在来开机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logo已经出来了啊 这个字简的话速度还是很快的 因为这个网友的话 这个硬盘没有带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原厂的这个 自带的诊断工具 我们来检测一下 应该没啥问题 另外呢 他这个显卡坏了啊 现在他我跟他沟通了以后 他说直接用这个极显啊 直接用极显 我们用这个戴尔的 戴尔的官方的诊断工具 来诊断一下 啊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边是测试这个屏幕的色彩啊 我们要测试一下它的声音 那么我们在这段时间就不要去按他 他等一会儿会有一个声音提示给我们的 那这个声音已经出来了 我们现在按这个yes 他也会开始测第二个啊 包括这个风扇的转速这些都能测出来 现在电池的这个电量是85% 85% 好 现在已经检测的第一项 说我们的硬盘没有安装啊 这硬盘没有安装的 我们直接yes 跳过 接下来就是测试这个光区啊 cd cd 光区 应该是一个刻录机 这是戴尔的官方的质检工具 我们现在来退出了 直接来进个pe试一下 一般的能加正常加载pe的话 那么也就没问题了 这个机器虽然比较厚啊 但是我们这个手感啊 用了这么多年 各方面的材质还是挺好的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灯光的效果都是挺好 一般的 如果说能加载这个微型的这个pe系统 没问题的话 那么基本就没啥问题了 好 现在这个电脑 我们看到能够正常的进这个pe系统啊 那么这台外星人啊 我们就修好了啊 这个电脑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这个主板的bass程序这边混乱了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独立显卡 也坏掉了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啊 喜欢的朋友